現在這個民調 很多奇奇怪怪的說法 不管氣誰保誰 要挺誰要操作什麼 我們都不管 我只想問 你確定 如果你昨天接到 我們昨天晚上很多觀眾朋友 打電話來說 又正我接到電話了 你確定你接到那個電話 是 在哪裡 是這五家嗎 左下角 你確定你接到電話是這五家嗎 你確定嗎 你確定是全方位 公信力TVBS聯合報 還是世新大選嗎 現在很多人看完以後想一下 糟糕 昨天沒錄音 你一直在回想 他告訴我他是誰 完了 對不對 沒關係 你就繼續等 你就繼續等 來 韓國瑜告訴我們說 初選大家都盯得很緊 希望民調可以公平公正的完成 確實大家盯得很緊 但也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奧布 最主要就是有人 在網路上面爆料 他說 韓家軍請注意不要被誘導了 為什麼 我接到國民黨初選電話民調 成功圓滿 但是 隨後馬上補說 我接到的電話 居然是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的民調 也就是說這個人打電話給他的時候說 我是實踐大學我要做民調 他嘻哩呼嚕做完 做到了 一想不對 怎麼會是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就不在這幾家裡面 不是嗎 這幾家才是國民黨點名 官方認證的民調單位 不是嗎 跟實踐大學什麼關係呢 所以現在有韓家軍 其實我覺得不只 包含郭董的支持者 大家也都可以注意一下 你接到電話搞不好你被騙 來 注意 7月8號到7月14號 晚上6點到10點 不管你接過幾次電話民調 這7天守著電話就對了 民調打來幾次你就回答幾次 因為我們好像有很多 阿薩布魯 也就是這五家民調公司 之外的民調公司 或是說民調執行單位 也剛好在這幾天打電話到你家 還問了跟國民黨初選 一模一樣的問題 這真的是滿奇怪的 昨天我們在現場 然後Call in進來 我記得有三位 對 多說他 好高興對不對 節目錄完以後 我也跟慧恩哥還有又在討論說 那機率真的滿高的 你可能被騙了 沒有 你看被騙了 再看一次公信力 全方位 TPPS聯合報跟世新大學 昨天打電話進來那三位先生 你真的是這五家嗎 對 回想一下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分兩階段講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這種時候國民黨在做 民調公司五家 而且問題的設計 我跟大家講 昨天有偷偷爆料 其實是有實體 但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他不會問你 因為他一開始會講說 請問你們家的 年紀第二的女性 所以那個時候是由調查員自己 調查員這邊有 總共他有第十題 在這裡 最下面這裡 由調查員自行輸入 有沒有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了 因為他前面就已經問了 是年紀最大的男性或女性 所以他不會問到第十題 那沒有問題 但這樣子的一個複雜的過程 我跟大家講直接說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如果現在有其他的民調公司 做民調 我覺得基本上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這個民調問卷內容 跟國民黨的這一份一樣 我覺得很奇怪 那就很奇怪 連問題方式都一樣 為什麼 我也直接這樣講 可能這樣講 會比較得罪我的好朋友 就是江亞中老師 先前我們看到這幾個月以來 真的其實說實在 他不會問到哪裡去 他不會問到就是前三名以外的 像王金平院長 他也不知道選出選 你要不要王金平 所以說民調設計 你跟國民黨初選一模一樣 這事情是不合理的 現在還在做民調 去看柯文哲 蔡英文 韓國瑜 郭台銘 朱立文 那是合理的 可是你完全做得跟國民黨一樣 你是誤導大家覺得 我已經接到了 然後去看那個對不對 看電影 老說最近又有什麼電影上了 結果你根本就不是 那等於是讓這一些民眾誤以為 這很奇怪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以前沒有看過的干擾 如果這是刻意的干擾 現在看起來 網路上的訊息 也有很多人寫到我的臉書來講 石建大學 商訊 山水 該流浦跟趨勢 同時都在做 問卷內容都一樣 我其實真的不懂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這個民調的過程當中 有人講說 我是不是有可能接到這五家 真正國民黨委託的公司 的不同公司的民調 是不會的 因為其實你的電話資料是 每一家公司有8萬筆 分別分為五家 加起來40萬筆 第一天450通 第二天450通 所以今天禮拜二 昨天你被其中 比如說假設聯合報 所謂聯合報有問到了450位 450位今天就不會再出現了 但是現在出現了很多這些 所以其實變成是像一件事情 電話起來的時候 錄音之外你自己也寄 請問你是哪一家民調公司 請問你是 可以 他必須要講 我們現在是在講解話 不是在問口講 我們現在是在講電話 很多人問說唯一支持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今天不是說 喂 你好 請問我可以給你做民調嗎 他說可以 請問你要支持誰 他不是說我不提示請你講 所以我才會講說不會有問題 因為他對方會跟你講 唯一這是韓國瑜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所以你的答案是一 國民黨韓國瑜嗎 你就說是 他就要圈起來 所以基本上是個做問卷的過程 他不是在問口控說 我不能講話 你就好好的問對方 請問你是哪一家民調公司 請問你是國民黨委託了 這五家民調公司的哪一家 我要幫你 然後你再問他說 我現在都有在錄音 為了要知道我的民調是那個 我也把我的電話錄音 請問你是哪一家 說不定他就把電話掛掉了 所以問清楚還是一樣就再看一次 全方位 公信力 TVBS 聯合報跟世新 未來七天就是這五家 這五家以外的 你也不是不能做 因為或許他真的以後他要公佈 做一個類似像出口民調 就是說我們也做一個民調 比他跟國民黨準不準 Maybe是這樣 可是過去沒有這樣的狀況 這真的很干擾實際的狀況 來 干擾兩個字出來了 干擾 騷擾 今天我韓哥說干擾 昨天韓國瑜說騷擾 這種算不算是一種騷擾 我好奇的是 我好奇的是這些單位通常 通常民調單位會做民調 都是有人拜託你做 給你錢 給你做 誰給錢 我們不是指控 不是指控說你們 韓文哥 你讓我一直渴對不對 有點卡到 來 不是指控這些人怎樣 只是說我們好奇 是不是這個時候 還有人願意付出一些代價 請這些民調單位來做同樣的民調 問一樣的問題 也許有可能 他們是想說 你看我做出來 你看跟國民黨一樣準 我這民調單位也很準 也許有可能 抱持一些歹意 壞意 所以 這個目的很奇怪 誰委託再來 如果我今天是 假設我壞一點 對不起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指控你們 我說我是這個商訊 我打電話去說 我全方位了 怎麼辦 對不對 萬一這五家被冒名怎麼辦 怎麼辦 教學一下 其實因為我昨天的時候 我就接到一個朋友打來 他也很高興說 他收到了電話 然後我就問他說是哪一家 他想一想說台大 沒有台大 後來 雖然還有台大 後來他說是台灣市立大學 這裡還沒有 台北市立大學 台北市立大學 又是一個新的 然後我跟你講那不對 那不是我們五家的 你繼續等電話 他還在開心的 他非常開心 剛剛韋翰講就是說 我們的問卷當中 他第一句 他必須要先講說 我是哪一個委託單位 所以我曾經接到電話 在一個禮拜前 他電話打來說 我這裡是民調中心 我想要跟你做這個電法 我就先問他 請問你是哪個單位 他就繼續講他的 我說請問是哪個單位 他繼續講他的 我就把他掛掉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警覺說 我們這個電話當中 他其實會出現很多的漏洞 所以今天又出現了 其實還有另外五家 剛剛又正講說 其實我們固定有一些 長期有在做民調的 這個民調中心 他通常我相信 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做 他會避開初選 因為國民黨已經在做了 所以你怎麼可能 再浪費錢這個時間 在國民黨做完之後 我還問一樣的問題 還問一樣的問題 結果我昨天問我那朋友說 他說我記得是 因為他問的問題 就跟你們教學的內容 是一模一樣的 這才可怕 所以他才很高興的認為說 他接到電話了 所以後來我就 我問了之後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實踐大學的 我昨天有兩個朋友 跟我反映 一個是台北大學 一個是實踐大學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剛剛我覺得佑正講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先告訴我們的支持者說 我們這五家才是國民黨委託的 但是我們也很怕 就是說你有可能是你受 冒名的 我現在講說我個人相信 他一定是受人委託 沒有一個民調公司 他在這個時間點 他自己要跟國民黨 重複做民調 他到底是受誰委託 是黨內 黨外這個 我覺得目前我們先暫時 這個沒有證據 對 但是他肯定是受委託 所以今天我在輝文的節目當中 我就有講說 拜託大家 當你接到電話的時候 不管他說是哪一個 你先記錄起來 你把你的時間點 我幾點接到電話的 因為他必須打室內電話 所有的室內電話 我們都可以查得到 查到你是哪個時間點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 黃葉本去查得到 哪個電話線是打過來的 不管他是真的民調中心 或者他是假冒的來干擾你的 我們最後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現在就是有個問題 就是說很多人如果說 剛剛佑正講的 如果我說我是公信力 我們朋友講說 公信力不是其他的這幾家 是公信力 那我就可以放心的 結果其他不是那怎麼辦 那我就可以放心 我接到民調 我接下來的四天 我可以不用再加了 不行的 現在大家又要上演 疊對疊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也不管是不是 不管是五家 還是加上其他的六家 只要接到電話 如果是這五家 我還是請大家 我們用心的去回答 回答完之後 我們耐心一點 把所有的問題 不管哪一家 你就是回答我們要的答案 這樣我覺得 才會對我們最後的 我們想要的結果 才是有一個一定的保障 但是我已經把這個問題 也給我們的中央 跟我們相關單位參考 我們去了解一下 到底這些人 是受到哪些單位的委託 是真正的委託 或者是假借民意要來干擾 這我覺得最後都會查得到 我們還是希望說 不管最後國民黨是誰出現 都希望他是一個公正公開的 而且是最多人最趨近於現實的狀況 這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覺得就莫名其妙 出現這些的假名 但我也嚇了一跳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不行 拜託大家 一定要在家 家裡面好好的等電話 等到10點鐘